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说2016年已经到了10月份到了10月初了 那而在我们过去的时间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就是香港城报出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现象 集中火力猛攻这个张德江 这是让大家都感觉比较吃惊的一件事情 而24号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成为了中国问题的焦点 结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其实一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看法 我说其实在24号之前 我们会看到透过不同的媒体 但是方向性非常直接强的媒体 也就是说被指定的某些媒体会逐渐把六中全会要做的事情呢 透过媒体的方式揭示出来 这是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是说他一定会这么做 目的是缓冲在六中全会 当某些底牌揭开的时候呢 给社会造成的这种冲击 而在上个星期我们休息之前呢 路透社曾经透过三个消息说 习近平将在六中全会打击团派 我在今天的金日点击当中有提到过 这基本就是胡说了 所以就是路透社所谓的这个消息来源呢 我的个人看法呢 其实恐怕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看到了什么消息 得到什么消息 而是一种 而是一种已经跟上面切断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但是呢 在六中全会前呢 他的他的他的职责 又使得他不得不向路透社披露出某些相关的消息 那来指指定新近平打击团派呢 实际是保护江泽民的体系当中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明确能感觉到 根本就与事无补就是没有用的 那而承暴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他从8308月30号那天开始打击 这个中联办的张晓明和梁振英之后 然后说叫乱港四人帮 然后风头一转直接打击张德江 一二三结果到今天 竟然又出了一篇文章 还是头半头条 讲张德江主政广东 仰仗着黑恶的 仰仗着恶势力 黑暗的恶势力 他是灾难的歧视者 官兵民法 这个 这个就太太出乎一表了 太出乎一表了 那结果随着这样的事情的出现 呃 张德江本身的这个 就是为什么承暴拿这样的东西 那有说法了 呃 直接递给编辑部的 呃 这个不让任何没讨论 没说法 让头版头条登了 那这就变变得非常的呃 非常的特别 但是在我节目中 我也就跟大家讲了我个人的看法 那与此同时呢 在今天的文汇报跟这个文汇报和大公报呢 开始攻击城堡 但是不敢直接面对 而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 去回答城堡的消息 这是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哎 那也就是说 张德江就这么干巴巴的在香港被打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析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内容呢 呃 动向应该是动向杂志啊 在最新的这个这个 看到当 呃 报道当中提到 王岐山在半个月前 警告 29个省部级一把手 那与此同时 在英国的媒体当中呢 呃 应该是英国的金融 时报 提到说 今天中国的房价 有着国家牛市的烙印 那也就是有了一种操盘的说法 呃 我自己的感觉 这一波突然房屋的这种暴涨呢 呃 跟今天 王岐山 习近平在 呃 完全集中精力召开六中全会呢 中间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一次牛市的国家的行为的暴涨 里面渗透了太诡异的一种故事了 我觉得有点像 应该是2014年的股市 有点像 那除此之外 因呃 美国的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 呃 登了一篇与中国有关的直接的文章 这文章呢 他介绍两本书 一本书的名字叫独裁者的困境 是今天了 中共的生存之路 而另外一本呢 是中国的未来 那两本书是由不同人写的 一个是呃 沈大维写的 一个是布鲁斯写的 那而两本书的观点呢 其实的观点都有点相反 一个是说 今天共产党利用他的方式呢 据说在中国呢 呃 生存方式嘛 生存策略嘛 就是他很有效 这个有效的方式呢 又可能直接埋葬中国共产党本身 而另外一个说法呢 是中共中国呢 中共的必须有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而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说法是 在中国的很快的未来里面将要出现巨大的变动 那这是他们俩的说法 那当然那是这是对书的介绍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说 在在无论从国内的现实的六中全会的角度 香港承报的突然一表的这种操守做法 王岐山对这个省部级大员 29个省部级大员 以一种完全对立的角色在相互冲突 那而中国的方式呢 却令人不解的以国家牛市的方式 让我说就像2014年的股市一样 疯狂的暴涨呢 那最后将出现无法估量的那种结局 那房子要出现无法估量的结局 远远超过于股市 那也就是给我的体会就说 这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作为一种 一种国家的政治形体本身来讲 面临的局面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 那好 要收听这期节目呢 请大家订阅石头Radio 再见